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会很简单吗 不会就很丢人了 军中福利社 一般是学校有福利社 军队有福利社 福利社怎么讲 帆布或者画布 他也因为同一个字 帆布 画布 需要的油画比较多 放熊 很简单 他本来意思是软帽 我们说钢笔 原子笔 笔套 或者瓶盖 汽水 果汁 瓶盖 这个很简单 到国外去 如果英文 笔盖 瓶盖 不会 还有容量 容量或容积 哪个字 海角 一般地理上叫夹 什么海夹或海峡 海夹 不然台湾水是海峡 用夹 海角 我说海角天涯 就凸出来一块 披肩或斗篷 哪个字 俄福区 很简单 微学馆 资本利得 什么叫资本利得 一般是生产工厂公司 身上 产品 买出去 那是资本利得 那不是卖东西 那是因为资本 包括钱 现金 包括厂房 就卖土地 卖厂房 得到钱 而不是卖产品 叫资本利得 大写字母 死刑 反复无常 或者任性 交脑 这个字也可以当太空舱 这些意思 这些人买的 罐头就是Can 就是Can 那你说Can是助动词 没错 一个是常常有热感的词性 一个是很多意思 它当是助动词 就是可以 有能力 能够 就是当名词 就是罐头 也可以当动词打开 做罐头 做罐头 运河 或者水道 就是Can 它不念Can 它不念Can 巨蟹座是专用名字 叫大喜 Cancer 就是炎症 小喜就是炎症 癌症 大喜就是巨蟹座 或巨蟹座的人 烛光Candle Light 很简单 Candle是蜡烛 Light是亮光 所以这个字很简单 蜡烛发出的亮光 叫烛光 那竹台呢 去承接蜡烛的下面 一个 hogy 细细不一定很长 各种形状 有时候固定很长 反正可以支撑蜡烛 然后拿在手上 然后走来走去 天主声 Stick 通常是隙细长长 就是罐头肉 不是笼子的意思 twenty morning 想按一下 deploy Turn 但是 但是Kan除了是藤以外,也可以当手杖 汤的意思很多,也可以当植物的精 甚至也可以当团条 手杖也是Kan,当手杖也可以用stick 但是用Kan比较好 最少呢,Kan Sugar 因为Kan除了是很多意思啊 藤啊,手杖啊,植物的精啊,团条以外 也可以当甘蔗 甘蔗的糖嘛,非常甜 所以甘蔗的,它做糖就是把它炸出来啊 炸出来又弄干,然后变糖 最好,很甜啊 犬子Kanai2,念Kanai,不念Kenny 念Kanai,为什么啊 Kanai是犬科嘛,犬科的动物嘛 就像狗一样,狗是犬嘛 就是你看到虎牙嘛,虎牙尖尖的嘛 就像那个狗的牙齿嘛,狗的牙尖尖的嘛 尖尖的嘛 所以你看狗啊,嘴巴一张开 哇,那个狗奇怪也不刷牙啊 狗的好白啊,然后尖尖的嘛 开罐器是Kan奥尖的嘛 Kan就是罐头嘛 打开罐头的东西就是开罐器 Kentine 它第二个理解不是Kentine Kentine,而是水壶的意思 不管是阿兵哥的出操啊 作战的时候带个水壶嘛 不然的话,随时渴的话怎么办 还有我们这个爬山啊,郊游啊,野外啊 带个水壶嘛,方便嘛 水壶造型有很多嘛 而军队中的福利社 和学校福利社也是Kentine 所以Kentine到底是水壶 还是福利社,看上下文 Kentine本来是帆布 后来当跨布啊 西洋油画的那个 好像我们中国话是画的纸嘛 各种是宣纸啊,什么纸 那西洋是帆布嘛 帆布,因为西洋画好保存嘛 帆布可以耐久嘛 中国就不行嘛 几百年,大概这个纸就完蛋了 也可以当画布啊,西洋画布 就是油画画布 这Kentine本来是软的帽子 后来边放球帽 那这些Kentine就是套在头上啊 套在头上的东西啊 会套在尖端尾端的东西 所以它也可以当屁盖 屁盖 那capacity就是容量 这个建筑物可以够买多少人 这个船可以够买多少人 或者容积啊 多少 立方啊 平面是平方嘛 立体的船宽高 船宽高是容积嘛 海角 海角进行Kent 凸出来 那披肩或抖端尾端也是cap 所以cap有这两个意思 到底什么意思 看上讲了 那俄作曲可以叫keeper 或者是prank 一般英文用keeper比较多 美国用prank 或者pranical joke 比较多 微学管是capital 资本力的是capital capital很多意思啊 可以当资本 就钱嘛 但是也不一定钱嘛 因为资本就是你要开公司工厂 钱也可以嘛 也要现金嘛 而土地嘛 要厂房嘛 要激起资本 就是可以做生产工具啊 见识所得嘛 大写字母啊 是capital letter 我们说字母可以用app 一定要letter嘛 capital意思很多 可以是资本 也可以是大写的 也可以是这个首都嘛 也可以下面这个死刑嘛 capital 他的刑 猝死的刑罚 capital 这张形容词很棒的 burban 就是capital很复杂 反复无常啊 或者任性嘛 任性就反复无常 你不管人 不管人家嘛 变来变去 当然任性跟反复无常不一样 但是主要是讲任性啊 capital 我们一般讲胶囊嘛 胶囊里面有很多很小的颗粒嘛 胶囊 因为它胶囊那个形状 所以也可以当作太空舱 一定是先有胶囊再有太空舱嘛 因为太空舱也没有一百年 没有嘛 太空舱 几十年嘛 还有战斗机啊 机船也早一点嘛 战斗机有几十年嘛 小小的像胶囊 一样嘛 所以这些制度蛮实用 可是我们可能大部分不会 我们看看例子啊 罐头Can 是Draign by Can's Beer 他喝了 我罐啤酒 喝嘛 喝液体嘛 可是汤也是液体啊 外国是想吃汤 因为呢 外国是浓汤嘛 中国是吸的汤嘛 用喝了 吸的呼呼就喝下去了 不太需要咬 所以喝汤 那西洋是浓汤嘛 浓汤就算了嘛 浓汤你也可以喝嘛 可是常常里面有这个肉块 有什么花椰菜 有胡萝卜 这些东西 要用咬 所以外国人当然 外国人喝汤 一面吸 一面喝 一面咬 干脆用吃汤 那其实中国古代也是吃汤嘛 你看那个古代 像现在 现代人不看古书嘛 古书像我常常看古书嘛 你们就吃汤嘛 吃茶嘛 然后汤呢 除了是我们喝汤以外 汤也可以是 洗澡水嘛 就是泡汤嘛 所以现在还有讲泡汤嘛 汤就是热的液体 运河或水叫Canal they have a canal to the hill Hill是小山 就是丘陵 大的山是两种 它必须要切割出来 切割出来一个运河 运河就是凿出来的 我们中文讲凿嘛 就切割嘛 要穿越这个山嘛 Canal 是小血就是癌症嘛 炎症嘛 大血就是 巨蟹座嘛 或巨蟹座的 Wed-sized 只要高于I'm cancer 这边不用加A 有点当 有点当喜用词的感觉 一般你说I'm cancer 比较好嘛 就是外国人习惯 你说我是巨蟹座人 不加有很习惯 很习惯 散出这种迹象 那这本来是黄道 这边就讲星座嘛 中文讲十二生肖 哪个生肖 西洋人不讲生肖 什么星座嘛 什么星座嘛 意思差不多嘛 只是表达方式不一样 都十二个嘛 就是表示你出生哪一年 或者哪一年的 当然也不太一样 中国是生肖是年嘛 西洋是年其中的一些月份嘛 日子嘛 就是你是什么星座的意思啊 我巨蟹座 你可以当巨蟹座的人 Elizabeth is a cancer 你不能说他得到了严正 因为严正是消息还大些 他是一个巨蟹座的人 Candlelight 竹光 She was reading a letter by candlelight Letter 字母也可以信嘛 这边你说竹光 他不会去看字母嘛 去看信嘛 这一次多亿啊 就看上下文 一猜就学到英文程度不好 再猜半天 外国人是母语嘛 他已经从小到大 不断地在遍连的判断 所以他反应很快 他一看就知道 程度 我们的外国人需要程度好的 他也很快就判断出来 程度不好就卡在那边 到底是我的字母啊 还是信 因为他阅读速度比较慢 他用竹光看了一封信 Candlelight竹台 Candlelight usually made of metal 就是你看古代的那个竹台 大部分叫金属 他就不过 这个阿贵在中 金属 可以当糖啊 去包着Candlelight竹台 他买了一张啊 用糖啊 藤料 做的椅子 Candlelight竹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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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当像主席嘛 因为主席坐在那张主要的椅子上 Candlelight竹台 就是主席嘛 或者Candlelight竹台 所以英文字的单字的变化最大 Cand也可以当手帐 因为它是植物的筋嘛 有的筋就均直的嘛 就可以当手帐 一般你就用Stick 或者Walking Stick Sense it broke his leg You have to walk with the king Sense就是自从它怎么样 也可以当成因为 这边是当因为比较好 像这种字啊 也是有很多意思啊 中文也可以说自从它 所以断掉以后 但本来的意思是 因为它 嗯 都可以啦 实在是都可以啦 本来最早的意思是自从 但后来也变成英文 自从跟英文也是有点关系啊 他就走路啊 就靠着 做这一根管杖 Candlelight竹台 In the pan Sense one produce a lot of tian sugar 在过去啊 其实现在也是啦 就台湾呢 制造了很多的浙糖 谁做啊 台糖公司啦 台湾糖业公司嘛 以前日举时代很多土地 蒋介石来了以后 就土地接收啦 有很多啊 比较 乡村的 比较不是都市土地啊 给生产种的甘蔗 就种甘蔗 其实日举时代就做工资啊 就浙糖 所以台湾就水果 浙糖 米 蔬菜 这就很多农产品啦 所以台湾一开始 没有什么工业製造农产品 Kanite 像牙齿 像那个 狗的牙齿的 牙齿 就全是 Kanite Kanite 但是 全科动物啦 We have 4Kanite 2 in the mouth 2 in the upper jaw 2 in the lower jaw 2 in the lower jaw 我们有一个人啦 有 4克 全尺 2克在上额 2克在下额 2克在上额 2克在下额 上下左右各一颗 各一颗啦 一般我们讲虎牙嘛 日本女孩的虎牙就特别明显嘛 虎牙就很可爱 Kanite Pick up Kan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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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 Pick up 就拿起来了 Pick 本来是采花 采水果 后来变成 Pick up 又当时 去拿一个什么东西 后来又变了 去接某一个人 去接某一个人 Pick up 就直接嘛 把它拿起来 有一个用 Pick 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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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拿了一个 开罐器 打开一罐的水果罐头 Kanite 水壶跟 Lisa都是 When I take a long water Carry water in Kanite 帮我走一段 比较长的距离 我就带水壶 把水放在水壶里 当然现在 在都市里面 不需要嘛 随时都可以 有水嘛 可以买嘛 但你省的话 不想花钱 带个水壶 在都市里面 带个水壶 但是郊油 拉爬散 带个水壶就正常 Kanite 军中福利社 或学校的福利社 Surgers 把 Cigarettes And Sandywhatchers Kanite 阿兵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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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 可以在福利社 买这个香烟 Kanvers 本来是帆布 后来当油画的画布 GMP's major canvas GMP's major canvas 就是运动 体育 体育的鞋 就是运动鞋 就是运动鞋 EASO EASO就是画架 因为画架嘛 中国是纸嘛 铺在桌子上嘛 你看西洋 尤其是写生嘛 不好铺嘛 就带个画架 架子嘛 上面架子 帆布来画 Kan 本来是软帽 后来跟 一般美国人现在 常常用棒球帽 GWR 我爱Kan 他带了一个护士帽 护士帽 护士帽 护士帽是软帽 这个GAM AWAY WITH THE BELT HAND 他拿了 拿出来 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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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球帽 然后上军队回首 你看川普 美国总统 他让空军一号 或军队一下来 也风大 带一个软帽 棒球帽 哦 然后一出这个鸡门 这很多人在迎接 他就打拖帽 然后就 像群众挥舞 所以像川普的假髮 就很糗了 一般真髮的话 不管头髮多少 就拿下来无所恩 比多头髮常常吹 吹散点 吹乱点 川普就糗了 他以为他是假髮 但是 有固定 可是 风大的时候 还吹掉 所以你看他整个一块 假髮好像一个头髮就掀起来 就要求 一个假髮 他年轻头髮多了 所以后来就 铺掉 底盖跟瓶盖是 Camp Titan的Camp 这个瓶子的盖子 Titan就弄紧了 就是 把那个盖子 就关紧 那你说弄松 打开 打开那个瓶盖 就twist off 就是 up就离开 离开远的位置 你把它松开就离开位置 twist 就弄转了 所以常常 就是 把那个瓶盖 拴紧 拴紧 把瓶盖松开了 你要喝汽水 要打开 twist off capacity 一般是容量 或者容器 stadium 是stadium capacity stadium stadium 是大的体育馆 不管露天 不管户外 不管室内 都可以 这就是 看那个运动比赛 或者唱那个 歌唱表演 就比较大的 stadium 坐在那边 就座位 座位容量 就可以容纳多少人 因为你都是坐的 当然有时候听歌 演唱会是站的 但是运动比赛 你要坐的 完全不站得很累 可以容纳三万人 key 就是海角 突出来很快 steer 就是转动 那个 方向盘 当然以前没有汽车 就转动 那个 船 船的 舵 舵 舵 船的舵 舵 的动词 就转那个舵 有汽车的叫转动方向盘 就是控制方向的意思 第二个就是动词 名词 也可以当小牛肉 或者食用牛 就可以吃的牛肉 也可以当一些建议 名词 动词就转舵 就是控制方向 控制船的方向 然后绕过海角 然后进入港口 key key是披肩斗篷 但披肩跟斗篷不一样 我现在讲 就喜欢披肩 披肩 斗篷有的是连头一起盖起来 吸血鬼 我们叫那个斗篷 那就不叫披肩 反正好像是 不能盖住头的 是披肩 因为它是披到肩 可以连头 有一个头罩 一起盖着一个斗篷 都是kid JVS 冬天的时候 天气的 穿了一个 我要去穿 或者带 或者梳头发 穿了一个 很厚的 很薄 或者Thin Thin Thin 一个很厚的 斗篷 或者披肩 Kaper Frank 都是恶作剧的意思 Kaper is right getting into trouble 你这是恶作剧 恶作剧 有时候会整到人 所以很多 这些节目 就是短剧 或者是现场的 就是好玩 就吓人 那个节目很不道德 因为你吓人 老师到时候 然后对方吓了一跳 然后你就说 哦哦哦哦 神医集藏在哪里了 大家笑 那你把他吓死怎么办 你吓到老人家 他有心脏病怎么办 那你要不要负责 所以那种节目 现在好像少一点 因为 就是有后隐症 他被吓到 就算没被吓到 他不爽嘛 而且你也没经过我同意嘛 这个有肖像权嘛 所以现在可能 比较小一点 因为人不喜欢被吓到嘛 就算你得到心脏病 那算谁的 或者你没有得到心脏病 可是你就是被吓一跳 你不舒服嘛 或者你说你为什么要拍我 我不想被你拍嘛 如果跟一个小三 两个在一起 让被拍了 不不 好玩 老婆就要打电话 人们跟小三在一起 这就是陌生人 不要去拍了 所以现在很多网红 这很糟糕 网红就拼你 跑到餐厅去拍 现在比较好 其他客人会打马赛克 有的以前不打 人家说我干嘛被你拍 你的恶作局 会让你 会让你有很多麻烦 CAPULARY 是微血管 CAPULARY 是什么 Blesser Blesser就是 一根细细的管子 一般叫血管 血的细细的管叫血管 因为血管有很多根嘛 就加S 微血管是血管最小的一部分 所以很多微血管 我们说微血管看得到嘛 微还是看得到 很多微血管根本看得到 因为人体太精致了 CAPULARY 就是你的资本 然后可以赚钱 就是用土 就是不是生产 所以卖土地 卖机器 卖厂房 这些 You have to pay CAPULARY TAX 所以要CAPULARY 就是 资本利得 要付资本利得税 要付税 TAX 也是税 税金嘛 也可以当动词 课税嘛 但是课税 缴税就不是用 缴税人说pay tax 大写字母 是CAPULARY CAPULARY CAPULARY 非常大写的 这边倒不是大写的信 什么首都的信 死刑的信 就不是大写字母 CAPULARY CAPULARY 是用于 SENTENCE A PROPER NAME 大写字母 常常用在一个句子的开头 开头都是大写 还有CAPULARY CAPU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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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般不是讲 失道的名字 只是讲专有名字 人民啊 国民啊 和流民啊 这些 专有 专有名字 叫大写 那还有一个 就是你要特别凸显它的重要性 这个 以前人常有啊 现在比较少 还有一种就是说 他本来就是一般名字 可是呢 他把它当专业名字 就像President President 本来小写的总统 可是他大写 表示 只有一个 或者 一个特定 因为总统 同一时间只有一个 CAPU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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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当死刑的 处死 Some states in the USA Allow the cat to punish 美国五十州 美国就等五十多个国家了 除了国防外交 这些 财税啊 等等 有联邦政府 但是 它就等于五十个国家 怎么说呢 美国五十一部线统 每一州都有州线统 每一州都有 各州的参议和州议员 就美国有些州啊 每一州的法律也不一样 允许而让是允许 允许死刑 有些就不行 你看 达马 有些州的毒品啊 有些都可以啊 没问题啊 美国州 你看每个州都不一样 有的州 同讯论可以啊 有的州不行啊 这叫联邦制嘛 台湾就 中国大陆单一国家嘛 每一个县市啊 台湾是县市嘛 中国大陆省都一样 联邦就不一样 就是各州都可以 各自的法律 各自的习惯 任性反复不上是Catrice It was me a Chris then made a quit A job Mere就 紧紧啊 只不过是 Quit就是不做一件事情 我们一般讲辞职 原来的意思 也不一定辞职而已 就是 Quit就是 做到一半就不做了 退出啊 退出啊 退出离塞啊 退出竞选啊 退出工作就是辞职嘛 或者 辍学嘛 就是休学嘛 就是半念到一半 不念了 就是他辞职啊 只不过是他任性和反复无常 只要自己任性 Capsule 可以当膠囊 药的膠囊 药很多嘛 如果可以服用的话 有的是注射嘛 有的像膠囊嘛 有的是 唐一钉 一钉 像零行片 就很多种 因为它很像膠囊嘛 太空舱跟战斗机的机舱嘛 很像膠囊 就都可以了 Take one caps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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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每一顿饭之后 每一餐饭之后 你就吞 因为膠囊不能用咬嘛 用吞的 用水 不要用茶 茶跟它会有点 会有点作用 其实还可以 就这样摆开水 没有是正餐 就找 午 晚 三餐加密 自己说典型 那宵夜不算 自己讲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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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